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这个供道 供道也就是这个 也就是从俊成的表备来说 那么显教的这个三主要道啊 这个宗大师所设计的这个三主要道的这些项目啊 都是属于供道的内容 那这个供道 跟这个供道啊来调整这个身心啊 来修行啊 那么这种的修行有了一个硬基础之后 那么宗大师的意思呢 如果按这个命中的说法 他们认为你应该要进入命程 那么进入命程之后啊 一路引起宿章圆满二十粮子 如果你进入之后啊 你就可以再快速地圆满两种之粮 那也就是你可以快快地成佛 也跟他们的说法呢 有了有几年啊就可以成啊 有了这个最难啊几生啊 就可以成就了 而不知道穿大熬生几节 那 但是如果根据我们这个 这个简教的这个经论啊 如果你根据这个华言的境界啊 华言中的这个这些关修啊 比如根据普贤经验品的关修啊 我觉得他也是可以能够 二十粮子两的 他也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啊 就是这个法言啊 天才啊 这个禅宗啊 就是命中跟简教的不同呢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简教啊 他认为是应程 命中呢 他觉得是果成 所谓果成呢 就是直接以这个果果的境界 直接作为观出的对象 他的落实啊 就是直接就是以这个实降 空定 直接从实降空定落实啊 所以他们的所有的修行啊 都是从一种静观 当然就是说高极了啦 因为命中他也有四步 有四步行步 一邪步 无善一邪步 那么 但是 他特别正式的就是无善一邪 这个 这个无善一邪步 但是呢 我们简教的像华言啊 天才啊 都按日中的这个果成的说法来说 就是我们的天才华言啊 禅宗呢 就是跟我们的果成的 变迹 入口处 这个方法上来说啊 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啊 其实是非常上下来 但是可惜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修行的方法啊 没有能够很好的这个 就是有一些没有能够很好的进程下来 没有能够很好的进程下来 那如果能够按这些天才华言啊 这个或者禅宗去修行啊 我想一下也可以达到 处当圆满和质量度的这个效果 所以此处不顺其乐 或总性为热而不及等 则应为以此到处去见生活 那么如果说对这个律善的修行啊 就是说这个或者说没有能力啊 或者是不喜欢啊 或者是因为身体太差啊 那则应为此道处去见生活 那么就是对道处去的修行啊 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生化 生化 若其一路新竿城的少许一子善之死法 由教权犹为重要 是以从清静密部所处 冠军法神主身理 以底时所得之密界 及三内也清明少数 可以根本罪无死有懒 在这可同道 南生为己 攻得南生 知诸昏罪必死无懒 这有所犯 亦无随力 事和实力 当你会求王子 这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就是讲这个 进入这个密城啊 这个前教已经 这个引导已经结束了 然后就要进入密城 但是这个密城的引导 自己引导啊 他不是属于 道次第的幻草 他是属于另外 中大师他另外有起来的一本就是 密中道次第 密城的修行引导是属于 密中道次第的幻草 所以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也不是我们啊 学习道次第论啊 的重点 我们学习道次第的重点 主要是关于这个道次第的 就是三次道啊 道次官啊 引导的这一块啊 就造完 那么关于这个 进入这个冰肝城 冰肝城也就是密城 这个密城呢 它有几个要点 您要知道一下 就是早一点要依止 善子识 善子识的话 对这个善子的依止啊 和善子在这个修行中的重要性啊 它比善教的要求啊更为严格 所以 所谓这个四次如果啊 法也就是 这个 在命中已经 你要遇到一个善子之后 就是有一种 绝对啊 你要遇到善子必要 那大概就是要 绝对的 绝对的 精神啊 就是 善子比佛重要 所以 先要归善子 然后再归佛 归法 归生 善子比佛 恩德大 那么这些说法呢 其实都是从这个 命中里面 从命中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 善子的依止呢 比善教教主要 正前是 然后自徒清聚密度所处 冠明法 神主生理 你只要找一个 神经的传承 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 贯的 神主 给你冠离 你冠离了之后啊 你才能够 取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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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戒 这个命戒 它主要对根本有四四条 四四条戒 还有五方佛戒 八诗书戒 这典型的就是 四四条根本戒 这个戒要拼命的扫住 太于根本对无四游览 不要 对根本对 不要游览 这个命中要心肝成 这个 就是你要 归一个上司之后 这个兄弟之间就成为 心肝兄弟 最后呢 如果下地医 如果这个患根本就下地医 那地医就是心肝地医 都是跟心肝有关系的 那个心肝地医 就不太了解 所以那个不少好玩 那 再非可重造 男生回理中的男生 虽然说他们犯戒的 他还可以重造 但是呢 你犯了戒之后啊 你再造啊 就是它会影响到你这个 将来这个修行啊 自己自然啊 自己自然啊 弃入空性啊 它会造成这种障碍 所以 犯戒之后 忏悔的心肌啊 跟那种没有犯过啊 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在这个道处论 就是说 你看你这个腿啊 摔翻了之后 然后再把它结散去 跟那种 你从来就没有摔过啊 他就跟你这样 你看 诸 知分罪 立无染犯 再有所犯 立无随 自而不利 当你毁图环补 令你平衡 这个知分罪啊 也不要犯 根本罪也不要犯 这个小罪啊 也不要犯 如果犯了之后啊 要赶紧胖腿 胖腿 胖腿了之后啊 让它会 那么 而后 或于下部有像一学 或于上部升级一学 而于因中而为引导 或于下部无像一学 或于上部难 满自已学 谁因其得修学之 如师赐地之见者 乃造义论 故不离造协论 亦作如是一学 然后就是要进入密尘 密尘就是有四部了 四部就是四部 行部 一学部 不善一学部 那四部行部 一学部啊 这个三部称为下三部 也称为外密 那么无善结部呢 就是属于最高了吧 属于内密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中国早期谈讨啊 这个流传的这个忠律 就是谈云 就是现在流传到日本的忠律 他主要是属于下三部 下三部的这个英雄 那么战皇佛教呢 他更重视的是无善一学 那么这个四部 这个四部里边啊 那么在修行上 他有的就是下部的嘛 就是宗志祥比较影像的 那么比如说 关本尊啊 念召啊 离鬼啊 所以这个战皇佛教里边啊 平时感很像 战皇佛教呢 是平时感非常强的一种宗教 而要我们的禅宗啊 那真是截然不同 禅宗基本上是 不讲究任何形式的 你看早期的禅宗啊 这个 不利于佛变 唯利于华参 一大变都没有 可是我们到战皇佛教的世界里边啊 哇 菩萨太多了 你看看 全是菩萨 各种各样的菩萨 菩萨啊 菩萨啊 绿带菩萨啊 然后呢 护华啊 然后一边各种各样的姑娘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 菩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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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反正我不是很习惯 还有那种菩萨味 很流腻的不得了 很流腻的不得了 就是 当然因为一个 秘宗呢 像这些 就是一些初级的修法 他们比较重视这种观修啊 重视移轨啊 他需要有很多这些 需要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形式感啊 对他们的观修是比较有帮助的 但事实上像 秘宗呢 最高级啊 比如说像大圆满的修行啊 大圆满的修行 他也 那他就不讲究任何形式的 所以在这个四部里边呢 就是这个 这个 下部 下部就是指下上部 有向于邪 这个 这个 会上部啊 身体一邪 随于 依中而为引导 会下部 下部的 有向于邪 有向于邪 就是关本尊啊 就是在关了之后 还没有跟空性相应啊 他还是带着一种有所得的的心 在关 那么这个是属于 就是有向于邪的犯法 会上部身体一邪 上部就是无向于邪 无向于邪 无向于邪 它的究竟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身体之地 还有一个是野满之地 还有一个是野满之地 然后再最高的就是大野满 然后再最高的就是大野满 随于邪而为引导 就是你在修行呢 你在修这个秘中的时候 心肝诚的时候 你或者可以通过下部的 有向于邪来修 或者可以根据这个 无向于邪或者 身体一邪来修 就是进一步 或者下部的无向于邪 无向于邪 无向于邪就是修空 修这个整个人的时候 跟空定家里面 那就是人系入空定无向 就是无向于邪 所以善部满之邪 善部就是无向于邪 或者满之邪 满之邪就是也满之邪 深言之邪也满之邪 那么这个无向于邪和满之邪 就是平起前面的有向于邪和身体 也是进一步的修行 如是刺帝是建议的 乃道际论所所够 道际论去做如是领导 那么这个刺帝啊 主要就是根据这个 道际论 道际论建议 因为 道际论呢 它是 它是依道际论造的 所以 道际论这么说 所以 道际论呢 也记成了这种词 那接下来呢 就是 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别的 第三 第三点 就是 三字道际导的原理 就是它的原理讲 讲一讲就是 三字道际导的原理 原理是引导的 这个引导之下 下面讲 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建议 就是三字道 这个 这种引导啊 建议的原理 下宗 下宗似乎 苏法 敬畏 其次 善事之前 引导者 至今 至今 善事乎 之道师弟 何其妇名 供下宗 之道师弟 也 这个 有人就提出 这样一个疑问 我们讲这个 道师弟啊 说来说去啊 最后都是归到 这个 善事道 而且这个 下师道啊 中师道啊 都是被 善事道输了 那么既然都是被 善事道输了 那么这个 善事道的师弟啊 应该就叫善事道的师弟了 那为什么还说这个有中师道的师弟和下师道的师弟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直接说他就是属于大神呢 就是上师道的师弟 为什么还要说这个 中师道啊 中师道的师弟 下师道的师弟 有三师道的师弟呢 所以三师父 需各个分别的引导者 要有的 之所以啊 这个 这个 三师道啊 之所以建立三师道的各个的引导啊 就是 三师道之所以把它各个作为独立的内容存在啊 也有两种 一 为 吹福 由 为 发生 共荣 终架 祝福之兵者 一万 自称 我自 善事之我慢 好像又叫为 吹福 那些啊 零 中师 下师的这种意乐啊 都没有分析 然后就自称 我是大胜 啊 这个有没有针对性啊 有针对性啊 啊 嗯 没错 很有针对性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 我是大胜 大树上啊 人生成啊 都没有做到的 人生成的 这个 这种意乐啊 这种心情啊 还没有达到的 所以我经常说 我们现在呢 这个 汉地佛教啊 就是很多人 就存在这种情况 我们学了的是大胜 把心嘛 小胜的倾向 但是呢 在秦为上啊 人生成也没有做到 是不是啊 就有战胜的苦 所以 忠大师呢 这个 寫到自己的见识 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何有真对义 因为我们就是谋佛 隆统 隆统真 隆统坛 佛性 在心里拿到很多标准 开入了没有 还是怎么样 没有一个年格 一个考核 考核的是什么标 你的心已经达到什么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 到最近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 你的心已经进入 下次到了你达到了没有 议论你达到了没有 中式的议论你达到了没有 都是有标准的 二 为于上诸下三点根基做大劳务 第二是为了上诸下三点根基的重生啊 做大劳务 也就是三次道的建议 对于上诸下三点根基都是具有重量的意义 不只是为下四道 也不只是为中式道 也不只是为上诸道 也不只是为上诸道 这是三根谷辈啊 立正成高啊 这一根大意义 到底有哪一根大意义 到底有哪一个大意义呢 对于上诸二种世故 这个大意义啊 只要有经典 经典 就是因为上诸二种世故 必须需求犯罪结果 固定所导致上诸二种世故 是以中下二种世故 不过此的深空结果 就是因为上诸二种世故 和中等根基的友情啊 它们也要依求上诸解脱 这个是两个方面哦 首先 作为上等根基的友情 和中等根基的友情 首先它依要活的上诸 人间的上诸的想法人生啊 如果没有想法人生 能成佛吗 能修行吗 能修行吗 那既然说 还要活的上诸 那么它就要按下诸道去修行 要按下诸道去修行 因为只有按下诸道去修行 下诸道这个造的行为要较到的 那它才能够做得上诸的佛报生 那么另外呢 不管是上诸道的友情啊 还是中诸道的友情啊 它也都要解脱人为 中诸道 那么自己解脱人为为目击 那上诸道呢 要不要解脱人为呢 你说佛萨就要解脱人为 佛萨如果说自己对人为的解脱都没有能力 一进入人为马上就被担住了 他还能够重生啊 那么你存在过得 自尊喊宝啊 所以这个上诸啊 它也要有解脱人为的能力 那么它要有解脱人为的人力 那么它就要有解脱人为的人力 它就要有解脱人为的 所以故罪所导出 善诸这种友情啊 这种佛萨基罗就是两种友情啊 所以终架有两种意的进行友情 所以要赐以他们 终架和下诸 下诸到了这个坊 让他们去丢 那么丢了之后呢 他们没有过时 不会有过时的 不但是没有过时 而且能够有功德啊 因为能够使他们活得 这个善事之生 所以帮助他们活得解脱 解脱人为的能力 那因为有的这个善事之生 因为有的这个解脱人为的能力啊 他们才有可能就是圆满这个中世和善事的游行 那么这个是第一类好处 第二 如果是下诸到这种人 若是下诸不得解脱人 所以就善主引法了 必必不成善主席了 而下诸不得解脱人 而下诸不得解脱人 从下到终一的圣地 将席五的 那么 那么提到这些呢 就是针对这个下诸的 就是下诸跟基的人啊 下诸跟基的人啊 下诸跟基的人啊 那么如果对于这个下诸跟基的友情啊 虽然你给他提供的是无上证的皇 讲大圣啊 讲这个 自己给他讲大圣啊 或者给他讲大圆满啊 或者给他讲寒中啊 你讲的也才敢 因为基不生善主席了啊 他修的 也有可能就是不了了之 要不就是如所知从 根本就不知如何下诸啊 那一定是修不善气的 因为根基不告白 那如果说这个上诸就不善气啊 而下诸就去啊 那么 那上诸就不善气 下诸呢 又没有修 那 这个 这个下诸跟基的人啊 就是要 就是要对于社交啊 你要给他开始下诸 这个 这个 就是人天神 下诸道的教法 那如果你直接给他开 是上诸道的法 那上诸道就不善气 下诸就没有修 结果呢 怎麽样呢 将基无所得 基无所得 这叫做最欺色教 这个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大一个好处 第三点 不是 即至上 堪能者 自所供道 令其 休息 对于其等自所应究 修功的法 若你生者 则能生死 若 若 作随未生 亦能受其方 下下巴 以导入善善 以其事成 并无远事 那么对这个善 对善等根基的人 善他能者 就是对善等根基的人 是以供道令其修行 那么是以供道 这个供道就是说 下世道啊 中世道啊 供下世 供中世 大家去修行 那么是不是会委屈他呢 是不是会编换他呢 也不会啊 不用担心 就是对敌者 适合应修 中宫的法 对他们修这个 供下世 或者中世啊 这个供道的法 来看 若以生 若以生的 真人设置 如果他已经计备这个条件 那他一修就修起来了嘛 也不要花多少时间了 他既然根基好嘛 那时候他修起来更容易嘛 那你修 你比别人肯定省力 别人可能要花一年时间 三年时间才能修起来 那如果你的根基特别好啊 那可能一天就修起来了 什么是中卑 这样一种心情 这样一种品情啊 人天成的 下世道啊 中世道啊 这种发心啊 这种品情 你是要修备的 你是不能越过的 你不能说我没有修备 啊 那我自己修大声 这个人天成的 这个善行啊 我不需要修复 那你说我发慈悲精 利益给重生 但是呢 发到淫漫啊 照杠给你 啊 可以不可以啊 啊 那是四七七人 三六七七人 你这个下世道的 行为你都达不到 你的心情 都达不到 你说你力无量重生 你对重生 都毫无识别的 你说你力无量 都是骗人吗 所以呢 所以这个下世的这种心情 和中世的这种心情啊 你是闹不过的 你力无量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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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心情 你也要有的 当然你不只是有了 你的心情要超过下世 超过中世 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下世 没有中世的心情 我就有上世的心情 我有了上世的心情 我就不需要那些 中世和下世的心情啊 那很历史说不通 那么有了这个下世的心情啊 那么有了这个下世的心情啊 还有这个中世的这个意乐啊 中世的发生意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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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不会影响到你上世道的心情 那只会帮助你家更好的 领暖程序往上世道的心情 不会说因为我是上世道的心情啊 我现在下世道 修了之后啊 直接被单学了 或者影响了 就是这样子的 那 就是这个 这一段呢 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 为什么要设这个三世道啊 要做这样一个刺激的引导啊 对他的这个引导的 这样一种设立的原因啊 做一个 详细的交代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步说明就是说 发心心情刺激 发心啊 心情的这个修行啊 要讲究刺激的 修行家有刺激的 我们讲这个中国国教啊 讲顿劲啊 顿劲啊 顿劲呢 就是顿务 顿务成佛 这个顿务成佛呢 这个很痛快哦 就照直路如来地下 可是这个顿务好像不是随便 随便什么人顿就 一下子就顿务了 是不是啊 好像随便 随便便便便便便就顾务了 又是尝尝 为什么只有几少部分的人 或者只有有一些人 他会灼入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谁都会灼入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灼入一个积累的 它是想出根基的 你说六五废人 大家听到定如所住而分其心 他一下子心就空了 三看人所就空了 在他的生命里面就产生极大的震撼 可是我们好像轻轻在灭脉 没对感觉 为什么 这就是有一个根基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根基 也可能是你这一生体养起来 当然 那么还有更多人是前生在你过去身中 这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啊 我们人每一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们早一定要承认 我们讲这个一些重生平等啊 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那生命的起点都是相同的 这个起点不同啊 就像 那这个起点不同呢 这个起点就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起点就是一个电球的过程啊 就是一个电球的过程 起点也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无尽生命的一个积累 金刚经里面所说 故意能够对这个金刚经一面生静静的 故意一佛恶佛三四五佛而众赞的 以无缘千万佛所众赞的 所以每一个单身你看来就很平坦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这些 这个运动员这里跳啊 你看这个动作是很精彩啊 可能人家追跳花都多少功夫啊 它就有一个建筑的过程啊 如果没有这个建筑的过程 我们就笑啊 我们就笑在干什么样子 所以啊顿目这个只要有建筑 就像我们吃这个饼啊 你说要吃到第五块才饱了 这个第五块饱了 那我知道这个吃到第五块饱了 我就直接吃第五块饱了 不要吃全面的四块 那不行啊 你要没有全面的四块啊 那第五块饱了 第五块就是一块 所以啊就是说这个顾目建筑啊 建筑顾目啊要有建筑 有的建筑才有顾目 顾目的时候啊还要建筑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你不要想着什么都不干了 你不要想着什么都不干了 每天放一小碗想反乱等着顾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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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多闷 所以发心心意刺激 要有刺激 你记得到一定程度的 你的执着啊 你的执着啊 你的烦恼啊很薄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到山子 只要给你抢就抢开 如果你这个烦恼很厚啊 那是抢不进去啊 因为太厚了 这个算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啊 打不进去啊 都要努力啊 那是没门啊 所以你要平常要努力 哎 不断了这个消磨习气啊 实戒啊 修静啊 你的构啊 你的执着很薄啊 你的出力心 通过出力心啊 出力心啊 使得你的这个执着 你的够啊 心够啊很薄啊 就说一抢就抢开了 那其实都是很方便的 这个这个见性啊 见到啊 没有让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没有让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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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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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句话 一句就是 难难难 除淡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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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把那种麻油啊 谈到除淡麻油 容易不容易啊 你谈到除淡麻油 它掉下来 很难 一句 百草除淡 除淡 除淡麻油 除淡麻油 我们的心是可以触及的 不是不可以触及的 哎 除非我们意识不到 我们没有这种见 不是不可以触及的 我们见到我们的这个见啊 在我们的心情啊 我们都是不可以触及的 哎 这里呢 它也不是一个了 了不可及的东西 它随处都是的 它是一个现成的东西 就是 所以到底更难 还是地 就是也难 也地 就是费者更难 难者不费 哈哈哈 那我们这个修行呢 它有捷径可走 不是没有捷径可走 但是呢 这个 就是 该下送出的 该积累的 该做到的 你不要去做的 你要不做的话 那三次祝福啊 所以你也是没有办法 外人是重要的 外人是重要 内人也很重要 外人 外人很重要 然后呢 三次祝福在指导啊 这是很重要的 但内力也很重要 你要没有内力 你的心情 不是在一种生命的情况下 三次祝福对你是没有办法 三次祝福出现也对你有没有办法的 哎 哎 哎 如果你可能多想 再讲一讲不完 哎 呃 就是下面也讲就是说 发生要有刺激 要有刺激 总词自在王所问经中 以辖会保持 刺激究竟模拟保密 合力而为教徒 在这个总词自在王所问经里边呢 说 你的一个比例啊 那么比例呢 就是像那种辖会的保持 辖会就是很聪明啊 就是善意 就是善意 就是 这叫什么 金匠啊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匠人啊 这个匠人呢 这个匠人呢 就是这个保持啊 就是能够制作啊 这个磨练这个保管 把一些保管 保管 就是 就是 制作成一个非常精致的 一个 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呢 它只要是一层一层的 这个 这个磨练啊 先把粗的 比如说先 先先 下这个打出头的人 就大概 把那些粗的形状找出来 然后呢 然后再一层一层呢 嗯 一道一道工具啊 最后呢把它制作到非常的精致 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 这个 下至中至上次道的修行啊 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通过瓷叶啊 通过下次道的修行啊 就是把那些粗的 这些不善情啊 把它弃掉 然后通过这个中至道的修行呢 把这些我执啊 这些我执啊 然后再通过这个上次道的修行啊 然后再把这些不善心啊 再把这些不善心啊 解满的开发出来 他说一步一步了 嗯 那么下面 龙本菩萨一座字说 初究真善生 后起 结定圣 以得真善故 次结定圣 龙本菩萨就是龙素菩萨 也说 在这个 这个 这个修行是要有刺际的 那么这个治病呢 首先就是要求真善生 真善生 也就是人生啊 人生啊 人生 人生成的这个 这个果报 这个身份 因为这个身份呢 能够帮助我们 成就人生的究竟价值吗 实现成佛的这个目标啊 可以究竟啊 这个身份首先要得到 那么得到了之后呢 还有可能后起结定圣啊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才能到生起啊 这个 这个 究竟呢 结定的 这种出圣的结果 果报 就是成佛啦 以得真善故 次结定圣 因为有了这个 身上的 这个身份 那么最后呢 才能成就 不善之敌的 佛福 是说 见善 绝定善 地 次地 而引导也 就是说 这个 从见善啊 到这个 绝定的善啊 它是需要一个次地 嗯 要一个次地 嗯 引导 不是没有次地的 成佛不是一步啊 要一步一步的 哦 胜者无浊 绝 这什么另外一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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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点 那么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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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法 可能是出在 一个 这个 用出菩萨一群友情先整观察 失恋会者为所显化 谁转出境 调到调界 无所菩萨说 这一友情先要观察 菩萨在立正成的时候先要观察这个友情的根基 如果知道这个友情它是略会 就是没有智慧的 根基浅薄的 那么就要为它说浅法 所以佛博在奥韩基里面说法 基本上是先说关正法 再说正法要 这个关正法也就是人先嘛 这个人先上法嘛 然后呢 说了人先上法之后啊 然后再说正法要 再说处理解脱啊 谁转出境 调到调界 那么说这个浅法 那么就是为他们这个开示啊 这个初境 初境的法 初境法也就是人先的 人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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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法啊 以中会者为说中法 随短处中 教教教教学 那么观察这个宗神啊 它的根基是中等根基的 那么就为他们说 中等根基的教法 以用中等根基的教法去引导 然后 开示他们中等 中等根基能够介绍的教法 所以广贵者为说 生法 随短处为教教教教学 令其见智 修习 善行 世民 菩萨 为民 一中有情 见智 必敬 知道这个宗神 它是广贵 社会广大 根基 根基很细 那么就为他说 生法 生傲的教教 随短处为教教教教学 那么就是说一些 生傲的道理 令其见智 修习 善行 那么令这些宗神 见智 一步一步的 都一步一步的引导 世民 菩萨 一中有情 见智 所以菩萨 被有情的引导 它是一步一步的根基 从下至道 从导向中至道 中至道 再导向上至道 旧圣者平佛于世民 帝论中 成律间随着波罗密 城市帝论 其究体语 次转无形 经济次论 世民 诸出业有形 若转即胜 伯作此方见 如驱之见智 圣的基佛 这个基佛也是中观中的祖师 就是荣树大的基 不知道这是这个基佛 印度人 聪明很多 就像外国人 它就是那几个名字 大家能聘在一起 神力 先于波罗密城之地的 那么首先就是要重复修行 活在波罗密城的这种意义 一修行 那么修行的时候 要转无形 然后要转秘身 西地次地 要重视次地 就是要从下至道到中至道到上至道 然后重点到密 也就是命中的修行 事实上它也要有简教的基础 在这一块格鲁菜 它就特别的讲究 它们关于简教的修行 往往就是学五部大论 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来修行 要拿到这个嘴字的学位 差不多要花十多年的时间 然后有了这个简教 在简教在这个知见 在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啊 文师圣剑啊 活得非常坚毕的基础之后 然后才进入密宗的学习 因为如果没有简教的基础 其实密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能力 这个就是密宗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汉传佛教 这边有密宗的 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很怪的 因为汉帝这些 这些信仲啊 多数啊 这个信仰的素质啊 并不是很高 也就是都没有 这样一个 很基本的教理都很缺乏 修什么密宗呢 它根本就没有简教得清楚 它修什么密宗呢 因为密宗这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是 它虽然有很多好东西啊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刚刚的智慧 和这个简教的基础 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的那些 那些好东西啊 那些好东西啊 就是要把这些信仰的 做短信仑 就是要记录这个正理空性啊 那 佛教此方便 如天便起 那么佛教说 神力佛教的要把 就是要一步一步的 这个 记录的 这个像哈勒西一样 而不是一下子 那么关于 这个是第几章 第2章内容 就是因有夹分症状 我们出过一周时间 讲完 这部分内容很重要 这部分内容 就是要 其实 在整个 参加的时候 也是整个造极论的 肝 变高的年龄 就是 非常重要 一方面 要认识到 想感人生的重大意义 一方面 要认识到想感人生的重大意义 一方面 就是实践 想感人生的重大意义 想感人生的重大意义 然后就是如何去实践 然后就是赶紧去实践 自实践哪一个实践 想感人生的重大意义 就有多大 就是想感人生的重大意义 成佛的重大意义 有多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现在 你现在有机会去 去实践这种意义 你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要去实践啊 那你错过这个机会啊 那你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啊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成佛的重大意义 它就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意义 一个非常点要的方法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 我们这个 这个重大意义 就是应该按这个 这个重大意义 就是应该按这个 的引导 一步一步 走向自己大道 那么第一次点呢 就是要明确这个 道主席论呢 它的引导啊 这个引导呢 就是一二三 就是一九八七 但是我们实现两大例义 那么这个实现两大例义 那么这个实现两大例义呢 要通过三次道 那么在三次道的这个引导 过程中呢 尤其我们要注意点就是 一个是自己 一个是触目 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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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律 速度节律 不要 不要 条级七巧 偷工点料 搞豆腐大工程 那就可以了 老老实实的 按这样一步一步来去关修 然后最后呢 就是保持保量 成就这个 两种令一样 能够保持保量 现在就这几个方面哦 嗯 我们这次上课呢 是上一周 所以今天啊 所以就上完了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多末论坛 要谈一谈 谈一谈 谈一谈 根据我们这周解决的内容啊 你们每一个人啊 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整理 还有出什么疑问啊 也整理整理 好的 可以好好的提出来啊 有讲法提出来 给大家分享 有疑问的 提出来给大家讨论 有想法提出来 对于发不及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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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想法整理 说 有疑问的 就做得出来啊 哈哈哈哈 那野可以发不及心理 足理由的 或者吗 也提出啊 有想法也提出啊 但野过 对工者 无需爱与与劲 不能你众生 无论